上个礼拜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关工作表的分割部分 所谓分割就是说我只取我要的部分 比如说某一个业务人员 我希望能够输入某个业务人员 他能够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把他的资料 自动就存在那个资料表里面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有点像查询系统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Sail当资料库来看 那这个资料库里面当然就 栏位名称 里面有资料 那当然第一栏通常是Key 那当然以这个 这个工作表来看 假如说你把它当成是资料 资料库的里面的资料表来看待的话 那基本上他就是A到L栏 就12个栏位 里面的话分别当然就放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针对 像业务人员去做查询的话 那首先当然我如果希望能够 就是做一个按钮 比如按一下他做的话 筛选业务 但未来可以延伸 我上个礼拜讲过 你如果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筛选业务改成 叫筛选的共用的程序 那用呼叫他就call他 然后传 两个那个引述给他 比如说那个什么的 哪个名称 然后呢他第几栏 那比如说我 当然其他地方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像实价登录 或其他的查询系统 网路上有非常多的那个开放资料 可以练习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查什么 查小咪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小咪 OK 然后按个确定 他自动帮我把小咪的资料 新增一个工作表 所以后面的部分的话 当然 你就要很清楚了解说 第一个用input box 输入一个名称 第二个的话根据这个名称 所以其实input box前面有个x x等于他输入的这个资料 他通常一定是一个字串 那当然我要把它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那方便我之后怎么样 可以 新增一个工作表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有一些细节 像那个工作表 如果新增工作 有没有工作表的新增 那应该还记得吧 有一个add add的一个方法 add之后的话 那当然下一行 比如add 还有分 后面还有分 就是你要新增到 工作 哪一个工作表的前面还是后面 所以后面 add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after 或before 其实你可以放 新增到后面 也可以新增到前面 那哪一个你要告诉他 那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跟他讲说 这个工作表的最后一个 我习惯就是放shut.com 我跟他讲说 shut.com 刮胡 shut.com 然后帮我放到后面去 并且命名叫小咪 然后呢 用那个筛选 资料里面有个筛选 那帮我筛选出 小咪的资料 并且把 小咪的资料呢 就直接帮我复制贴过去 然后再切回来 大概流程是这样 应该还有印象吧 那实际上这个整整串 你可以把它拿来当查运系统 以后输入之后 就可以马上查出你要的 比如小咪按确定 自动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小咪的结果 放到这边来了 然后后来我们还有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比如说 改成产业别 改成 产品 客户名称等等的 OK 那就是把那个本来的筛选业务 改成共用的 Sub 共用的程序 那这部分 如果你假设不太 有点忘了 我没关系 回去的话 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当然把那个同样的案例 把它用那个所谓的私家登录 套一下 我讲过了 开放这一堆 你可以网路上捞一个 或者是你工作上需要做查询 你也可以把它套用看看 OK 那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 这个所谓的查询系统 输入之后的话呢 自动产生一个结果 放到这边来 那主要 是利用所谓的那个筛选的 这个功能 OK 筛选的功能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 主角是他 OK 那如果今天的话 我们需要再 再进 再演变成另外一种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设我的需求 并不是说 我要 一个 一个一个的查询 不是多一个 如果我不要一个个查询的话 那我希望能够批次 比如说我今天 第一个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针对业务 业务人员 里面假设有10个20个 那我可以先怎么样 当然你可以 就是自己用程式的方式 产生一个清单 就是遗述重复 或者干脆你也可以 新增一个 这个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称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也许这个工作表名称叫清单 这当然 这手动 不过假设你希望城市 不要那么复杂的话 你可以先建一个清单 然后把业务 或者产业别产品等等 这几栏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放到A1这边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做什么呢 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移植重复 把这个范围 它里面要扩大好了 比如针对这一个 哎呦标题 按个确定 那这样的话留下来就是不重复的资料 OK 但这个动作基本上 你也可以用程式去做 其实就两行程式而已 第一个就Column 哪一栏 有没有Column 刮胡哪一栏 然后点Copy Copy到哪一个位置告诉他 比如Copy到 其他的 但如果你有跨工作表 你就另外工作表 等哪一个位置 OK 比如A1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有一个叫什么 哪一栏 这个A栏的那个 点Column 一样Column 点他有个 Remove 那个Dubicate 的一个方法 有没有 还记得吧 然后呢 就移除重复了 当然我们现在先不要复杂 我们假设 先把清单先建立 比如说我今天呢 先建一个清单 那并且呢 针对这些 做移除重复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希望针对这些项目 帮我快速的 做一个批次的建立 所谓的批次建立 就是说 假设我业务有六个 那我就自动 怎么样 讲 有个批次 筛选 批次筛选业务好了 那我按一下他 他自动帮我把六个业务人员 全部的资料 都自动带入来 而不像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是什么呢 我输入一个 他就做一个 这样的话很麻烦的 假如说你今天的需求是 我希望能够 就是自动帮我 根据清单里面的A栏 或B栏 或C栏 大家未来你也可以针对什么 客户名称也可以 不过客户名称好像看起来 好像相对的比较多一点 那一如从 这个带过来 完蛋了 这个 有房贷 上个礼拜讲过 你没有输入任何东西 他就一定不会通过 OK 没完 那请各位先试着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先 先重点回顾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 也许就是先建一个清单好了 待会我们要针对 不同的清单 去帮我快速批示 产生我要的那些工作表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地方呢 要该怎么做呢